我在这台电脑装了这个MDI的插件之后 这个OBS当成是视讯的来源 然后呢 可以在本身这台电脑的Skype一些视讯未来的抓得到 这个 OBS的画面跟声音 第一个厉害的地方是在同一台电脑他可以分享给这个视讯会议软体 比如这是Room这大家都知道的 OBS的影像分享过来 分享到这边来 然后我在这边还电脑 这个OBS可以用然后这台电脑的那个Skype啊什么什么视讯会议软体也可以用 第二个厉害的地方是他可以 跨平台到你的这个 第二台电脑 都没有问题 那其实还有更厉害的地方是他的声音是可以混音的 这个声音 是DVD的声音这个是我拍片的声音他是可以混音的 混音的来源是来自于这台OBS 今天就要做这一方面的教学 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 NDI的插件 插件在这个OBS上面 我们都知道说OBS是可以模拟成一个webcam 然后让你的Skype一些视讯会软体使用 那为什么采用NDI NDI做成一个虚拟摄影机 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他可以跨电脑 比如说除了同一台 电脑可以分享之外 他可以跨到 第二台电脑去 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 这是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就是说他分享这个 OBS的画面 除了影像之外 他的声音处理的非常到位 比如说你OBS的这个处理啊 有声音的混音 很多个声音要混在一起 那你用传统的OBS的那个虚拟的程式的话 他没有办法处理声音 声音他还是就抓原始的这个 声音这样子 那用NDI来处理的话 他可以做到 这个声音也可以模拟的出来 好 那我们等下要介绍是说 由这台电脑 产生一个NDI的发射器 然后有 本台电脑的这个Skype 一些视讯会软体得到 然后呢 除了这样之外 我们还要做到说 这台当发射器 然后呢 等下要发射到另外一台去 另外一台的OBS 也可以得到 有两件事情 我们等下会demo给你看一下 要怎么装NDI插件呢 有三个 一个叫做NDI Fortus 第2个是NDI 5 这个程式 第3个是OBS NDI的插件 你先去浏览去 去搜寻这个 OBS NDI 你到他的 这个 连结去 你就按这个连结 然后 这么多543的 不要管他 这边有个叫release 这边 release 30加release 这边按下去 然后呢 这些有提供什么原始码 那我就下载这个windows的这个地方 安装版 121 好 这是第1个 再来我们要怎么下载NDI5这个东西 很简单 我们先到该的这个下载页面 我们从这连结开始 玩 进去之后呢 有该不是按这个release吗 好 按下去之后 你就往下拉 你就一定可以找得到 其实会有连结 好比如说这么有连结 NDI5这个 你就按下去下载 好第2个已经下载好 第3个比较讨厌是NDI Fortours 这个东西你就去 这个 Google这个 NDI Fortours 然后到NDI的这个 官网 你去下载吧 试着下载看看吧 我现在是用的是旧版的啦 我这个台下的版本太乱了 你就试着去下载看看 然后去Google看看 看可不可以下载NDI Fortours 然后安装啊有顺序啊 你先安装 这个 完了 安装完之后再安装这一个 然后再安装这一个 就这样子 好 你装完之后呢 程式会跑出一个叫做Virtual Input 我按下去 好这个Virtual Input 就是说 我可以让 我可以让你这台电脑去抓 才当来源的 好我们等一下做就知道了 好我们先打开这个OBS OBS打开来 OBS打开来我现在的视讯来源是一个截取卡 然后接这个Sony的DVD 你看哦 这个是截取卡的影像 截取卡的声音 然后呢 你会冒出什么东西出来 你会冒出一个NDI Output 有没有 这边 NDI Output 然后你就去按 组 OBS 确认 这样子 表示说 等一下由OBS发射出这个影像出来 然后发射出来之后呢 然后你就这个去接 去接收 去接收 去接收表示说 等一下 你这台 这台电脑的 什么Skype啊 什么Google Meet那些啊都抓得到了 那我就用Skype做demo Skype在这边 我这里银讯跟视讯 这里 你看这边有个NDI有没有 这个这个地方 抓 有没有出来 有吧 这个画面就是这个 OBS的画面 这画面不稀奇的 重点是声音啊 因为我们要讲说 NDI啊 他最厉害就是搞声音啊 然后声音在哪边 声音在这边 去抓麦克风 这边NDI 这个 你看 也是有声音吧 对不对 好吧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你的视讯会软体 抓到这个OBS的这个影像 还有OBS最后处理出来的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很重啊 因为 这个声音啊是OBS处理出后 最后的声音 你的声音不见得只有DVDI 有可能你讲过麦克风 这个是整个混音出来 最后有NDI模拟出来的声音 就是这个家伙 这样子 好吧 第一件事我已经改好了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要将这个的画面 分享到 这一台的OBS 一样的道理这两台都一样都要装三个程式 装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OBS这边 打这个Virtual Input打开来 然后这边 这边 这边就抓 那个 OBS 他的意思是说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每台电脑都可以 独立的当输入员也可以当输出员 现在我用这个 这个程式去抓 这个MSI这个东西 表示说我的输入来源啊就是这台电脑 就是这台电脑 这样子 OK 你已经抓到输入来源之后我打开OBS给你看一下 然后呢我去抓视讯装置 视讯装置他就应该会有一个模拟的NDI出来 这个 这个有没有看到这个 稍微等一下 出来了啊 重点是声音啊 声音 拯取音效输入 然后去抓声音 应该会有个NDI 我把这个声音放出来看跟DVD的声音是不是一样 这个把它打开监听把它打开来 有没有出来了 也就是说啊 这台OBS等下发射什么声音 他也会跟着发射什么声音不然我再发射一个给你看一下 我再抓一个 嗯 我抓一个影片好了 随便抓一个影片 我要证明说他是可以混音的 这个 这个 那我把混音把它改一下 弄小声一点 是不是声音变了 我把声音转最小 转最大 现在这个声音是来自这边哦 因为我是把它的那个扬声打开来 这样就搞定了 所以你看哦那个NDI 还蛮厉害的吧 他除了 可以供自己电脑本身的 软体 使用 也可以分享到第二台 OK 我在这台电脑装的这个NDI的插件之后 这个OBS 当成是视讯的来源 然后呢 可以在本身这台电脑 的Skype 一些视讯围来抓得到 这个 OBS的画面跟声音 重点是声音哦 OBS的声音哦 好 一样的道理 在这同一个网域 我刚忘记讲了 为什么这边也可以 那个电脑可以抓得到 他们都是同一个网域 都是在同一个路由器里面 你看我这边是 抓同一个路由器 也连上去了嘛 然后我在这边还电脑 你要要记得去 执行说那个Virtual Video那边要抓 这台电脑的来源 表示说我的NDI来源就是这台电脑 那一样的道理 这个OBS可以用 然后这台电脑的那个 Skype啊什么什么 视讯会软体也可以用 我是觉得NDI最厉害就是他的声音啦 因为OBS已经可以处理成 Virtual的webcam 出来没有问题 问题是声音啦 这个声音会很折腾你 那NDI可以赶紧搞定这些声音的问题 我建议可以玩玩看还不错啊 重点是在Windows是免费的 那你在这个Standalone机器是要花钱的 Windows不用钱啦 可以试试看